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 特朗普政府一边忙于抗击疫情 一边各种立flag争取选民的选票 而就在本周二 以推特之国的总统特朗普推文下 竟然出现了欺诈的提示小标 提醒网民这两条推文所声称的邮寄投票 会导致大量的假选票 不仅如此 推特还在推文下添加了一条 获取有关邮寄选票的事实的链接 点击此链接 可以浏览经推特认证过的真实性的大选信息 此行为可是彻底激怒了特朗普 星期三发了一条推文指责推特 这样的行为正在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 扼杀了网民的言论自由 并且在推文中指出 共和党人认为 社交媒体平台完全让保守派的声音沉默了 暗示可能会关闭社交媒体网站 面对特朗普的怒气 推特也出面解释了其行为 称这个行为是为了给特朗普的推文 提供更多的上下文 以便网民更好的浏览与理解 而特朗普对于此解释显然十分不满意 推文加防气诈标事件两日之后 5月28日早晨 白宫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出来表示 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一份行政命令 可以使社交平台减少法律保护 并且免于对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也就是更大程度的提升 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度 其实一直以来 言论高度自由的特朗普就对Facebook Google YouTube和推特等公司的做法不满 指责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有关政策过为保守 其暂停用户账号或删除用户帖子的行为限制了网民的言论自由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与联邦制 立法都是由法院起草执行 而根据法院制定通过的《通讯规范法》第230条 互联网公司对用户创建的内容负有广泛的责任 而特朗普正在起草的这项提案 与此法律条例相违背 因此特朗普此行为必然会面临法院的质疑 特朗普也并非在打无准备的仗 他在起草的行政令案草案正尝试使商务部 重新确定第230条的适用范围 并让联邦贸易委员会增加社交平台 用于筛选举报带有偏见性内容的程序 而这条法案到底能不能起草通过呢 还是只是特朗普的一次即兴表演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抛出您的看法